新北捷运环状线新电14张机场主体工程进度目前已达86% 而位于机场内的主电站设备日前也已经完成安装 而接下来将陆续进行完成动力变电站 还有设备变电站相关设备的安装以及测试 而等到11月份由意大利打造的电联车运抵之后 将会开始进行实车测试 如火如荼正在进行的新北捷运环状线 新电14张机场主体工程进度已达86% 日前位于机场内的主电站设备也已完成安装 捷运工程局表示主变电站设备 是台电供应161kV电力衔接的第一件供电设备 负责供应各系统测试、营运及维修所需的电力 好比是环状线的心脏 因此主电力系统完成安装后 也代表着整个系统会跟着活络起来 整个环状线所有的机电设备 尤其从机场开始的 包括除了各车站的自动收费系统以外 包括耗制、通讯、供电 还有包括机场设备等等 都可以马上的 因为这样子电来了 马上我们讲说有了心脏 马上就可以整个四通八达 可以让整个系统活络起来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局长赵少连指出 接下来将陆续完成动力变电站 以及设备变电站相关设备安装及测试 预计11月开始会进行实测测试 今年的8、9月 包括轨道的供电也会逐步的上路 那晚一点大概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的电链车第一列电链车应该会到台湾 然后会逐步的从测试轨开始来做测试 那各位就可以开始看到电链车开始的一个运作 捷运环状线从新电大平林跨越新电锡 与台64线重叠后进入中和板桥新装 而在台64线的夹缝立柱 必须克服技术性困难 采取了叠式高架桥的方法 目前全线及车站结构外观已经逐渐成型 而在列车运抵之后 会陆续进行试车 测试调整及界面整合等作业 持续朝民国107年完工的目标迈进 记者杨宝友超方琦 新北市采访报道